墨世基督座谈纪要 一切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这是最关键的 什么是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就是不管神家安排你做什么 安排你到哪尽本分 你都能从神领受 能从神领受这是真实的信心 也是一方面的实行 怎么从神领受呢 你说 这事虽然是人安排的 但这是我的本分 教会安排我尽什么本分 都有神的许可 我就应该接受顺服 那我该怎么对待这个本分呢 怎么对待本分神有没有要求 神要求人实行的真理是什么 尽心尽意尽力尽好自己的本分 你们根据这个原则 在你偷懒不想尽本分 或者有运言的时候就寻求 这是哪方面问题呢 这也不是在按神的要求实行啊 我得放弃自己的想法 放弃自己的要求意愿 得扭转自己里面不对的情形 得能放下这些 但有时候人受一些东西拦阻 不容易放下 有哪些东西拦阻呢 比如 有的人总羡慕别人 尽的本分风光 接触的人多 总觉得自己尽的本分不起眼 接触的人也少 心里就不痛快 另外 尽本分负责的范围小 管的人少 就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地位 这是什么想法 这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都是从败坏性情来的 败坏性情产生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个人的意图 打算 欲望 野心 那这些东西该怎么解决 首先你得放下 然后通过解剖 发现自己心里还在追求地位 并不是一心尽好本分满足神 还有野心欲望 还想贪图地位之福 还有额外的要求 对神没有顺服 你就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我这情形不对 求你管教我 责罚我 审判刑罚临到我 让我能认识自己 能悔改 你有悔改的心 当你来到神面前 要求神斥责你 给你管教的时候 神根据你的身量 可能会给你管教 也可能会一点点引导你 给你管教是因为 你有一些身量了 也可能神不管教你 是因为你的软弱 神会一点点扶持你 引导你 让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能顺服下来 那在什么先决条件之下 神会这样做呢 你有悔改的心 有顺服神与神配合的心 有向往真理 渴慕真理的心 神才会审判刑罚 洁净你 你若没有这个心智 也不祷告 而是随从肉体 不放下自己的意图 也心欲望 神会不会这么做 神就不会在你身上做工 神会向你隐蔽 向你掩面 聚会时 别人听到很精神 你就总犯困 提不起精神 怎么也听不进去 多长时间都解决不了 甚至一两年 三五年都这样 这就是神已经厌弃你了 神向你掩面 这就很危险了 有的人说 怎么就危险了 我尽着本分 我也没离开神 我还读神的话 听诗歌 还有灵生活 我还是神家中的一员呢 这仅仅是外表现象 不决定什么 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神是不是在看顾你 引导你 圣灵是不是在你身上做工 还管不管教你 这是关键的 那神的引导 圣灵的做工 又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人的心 对了 取决于人对神的态度 取决于人的心 人的心向往什么 渴求什么 在寻求什么 人走什么道路 这些才是最关键的 神就是根据这些 来对待人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要解决 怎样对待本分的问题 因为近本分 最显明人是真信 还是假信 是喜爱真理 还是不喜爱真理 是选择正确道路 还是选择错误道路 是有良心理智 还是没有良心理智 这些问题都能在 尽本分中显明出来 要解决 怎样对待本分的问题 首先 你得明白 什么是本分 该怎么尽好本分 在尽本分中 遇到难处的时候 该怎么做 遵循什么原则 按照哪些真理 去实行 在你对神误解的时候 不能放下自己意图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另外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你得常常反省自己 心里还有哪些不对的思想 是属撒旦的思想观点 能影响拦阻你尽好本分 能使你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背逆神 背叛神 不能完成神给你的托付 这些你都得知道 本分对人来说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们现在得清楚这个意向 尽本分是信神的第一要物 现在信神最关键的 就是尽本分 不尽好本分 什么实际都没有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人能明白神的心意 逐渐建立与神的正常关系 也能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自己的问题 认识自己的败坏性情与实质 同时 在反省自己的过程中 逐渐能发现 神对人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 现在看明白了吧 信神到底信什么 其实就是信真理 得真理 尽本分就能得真理 得生命 不尽本分就得不着真理 不尽本分 信神有没有实际 没有实际 所以说 你不好好尽本分 就得不着真理 一旦被淘汰了 这就说明你信神失败了 即使你还口称信神 但已经失去了信神的意义 这事得看透 不管尽什么本分 要实行的真理 要明白的原则是一样的 不管是让你做带领工人也好 搞接待做饭也好 还是让你去办一些外事 或者出力干活也好 尽不同的本分 所该遵循的真理原则 都是一样的 就是必须根据真理 根据神的话 那最大的 最主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 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地 尽好本分 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你要尽好本分 要达到合格的尽本分 你得知道什么是本分 到底什么是本分 本分是不是你自己的事业呀 如果你把本分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 愿意竭力把它做好 好让别人看见 你多有成就 多光彩 觉得这样活一辈子就有意义了 这观点 这观点对不对 这观点错在哪里 就是错在把神的托付 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 这让人看着是好的 在神那儿看 就是走错路了 违背真理原则了 这是被神定罪的 尽本分 必须得按照神的要求 按照真理原则 才合神的心意 若违背真理原则 凭人的意思做 就是犯罪 就是抵挡神 就该受惩罚 人愚昧无知 不接受真理 就是这个下场 信神的人应该清楚 神对人的要求 这个意向必须得清楚 先说说什么是本分 本分不是你自己的经营 不是你自己的事业 不是你自己的工作 那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需要你来配合 而产生了你的本分 在神的做工中 需要人配合的那部分 就是人的本分 这个本分是神工作的一部分 不是你的事业 不是你自己家的事 也不是你个人生活的事 你尽的本分 不管是外事还是内务 不管是用脑的还是出力的 这都是人该尽的本分 都是教会的工作 是神经营计划中的一部分 是神给你的托付 不属于你个人的私事 那你该怎么对待本分 起码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做 不能任意妄为 比如 你负责给弟兄姊妹做饭 这是你的本分 你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寻求真理原则 怎么寻求真理原则 这涉及到实际 涉及到真理了 你得琢磨 怎么能实行真理 怎么能尽好这个本分 这涉及哪方面真理 第一步 首先你得知道 这不是做给我自己吃的 这是我的本分 这是意向方面 第二步呢 得琢磨 怎么能把饭做好 做好的标准是什么 得寻求神的要求 对了 神的要求才是真理 才是标准 才是原则 按着神的要求做 这是一方面真理 首先你得想到 这方面真理 然后揣摩 神让我尽这个本分 那神的要求标准是什么 这个基础首先得有 那怎么做 符合神的标准呢 就是健康 可口 干净 吃完了 对身体没有损害 这就是细节了 你根据这个原则做 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按着神的要求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在这世上 你在这世上寻求了这方面的原则 没出神给的范围 这样做就对了 你的本分就尽好了 就合格了 无论尽 无论尽什么本分 都要寻求真理原则 都要明白神的心意 知道神对这项本分的要求 还要明白尽本分该达到哪些果效 这样才能达到办事有原则 尽本分绝不能凭个人喜好 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怎么做高兴 脸面有光彩就怎么做 这都是随己意行事 如果你凭个人的喜好尽本分 还认为是神的要求 是神喜悦的 把个人的喜好强加在神的身上 把个人的喜好当成真理来实行 当成真理原则来守 这是不是错误的 这就不是尽本分了 这样的尽本分神不纪念 有的人不明白真理 不知道什么是尽好本分 他觉得自己出过力了 也尽上心了 也背叛肉体受苦了 但尽的本分 为什么总也达不到合格呢 为什么神就总不满意呢 他这是错在哪儿了 他就错在不寻求神的要求 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 就是这个原因 他把自己的意愿喜好 还有私心当成真理了 当成是神所喜爱的 当成是神的标准 神的要求了 把自己认为对的 好的美的东西 当成是真理 这是错误的 其实 有些时候 即使人认为是对的 是合真理的 也不一定合神心意 越是人看为对的时候 越应该谨慎自己 寻求真理 看看到底是不是神的要求 如果与神的要求 正好相违背 与神的话相违背 那你认为对也不行 那是人的认为 再对也不合真理 到底是对是错 必须得根据神的话 衡量才行 没有神话语做根据 人看着再对 也是错误的 也得放弃 必须得符合真理才行 只有这样坚持真理原则 尽本分才能达到合格 到底什么是本分 本分是神给人的托付 是属于神家工作的一部分 是每个神选民 都应该担当的责任义务 本分是不是你的事业 是不是你个人的家事 能不能说本分交给你了 就是你个人的事 绝对不能这样说 那应该怎样尽本分 必须按着神的要求 神的话 神的标准 按着真理原则去做 不能按照 人的主观意愿去做 有的人说 本分交给我了 不就是我的事吗 就是我分内的事 分内的事 不就是个人的事吗 我把本分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不就能办好了吗 要是不当成自己的事 能办好吗 这话是对还是错呀 这话不对 不合真理 本分可不是你个人的事 那是神的事 是神工作的一部分 你得按着神的要求去做 凭顺服神的心来尽本分 才能达到合格 你如果总按照你的观念想象 按照你的意愿来尽本分 就没法达到合格 你总凭几亿尽本分 就不是在尽本分了 因为你所做的 不是在神的经营范围之内 不属于神家的工作 而是在搞自己的经营 做自己的活迹 所以神就不纪念 现在你们对本分的概念清楚了吧 尽本分最起码 最基本要实行的一条真理是什么 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地尽好人的本分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为什么有许多人还能作恶多端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最终被淘汰了 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是真心为神花费 总跟神搞交易 丝毫不接受真理 他们不管流露多少败坏 做多少恶 从来不寻求真理解决 经过多次修理对付之后 也没有真实悔改 还能继续胡作非为 作恶多端 完全暴露出他们邪恶的实质 被神选民看透了 被显民淘汰了 这些人尽本分实在让人看不下眼 不是差一点 而是差得太多 他们洗一个盘子 就能打烂一个碗 用他们效力得不偿失 怎么交通真理 他们也不接受 修理对付也不悔改 如果再用他们 教会的各项工作 都要受到拦阻打岔 他们就成拦路虎 绊脚石了 你们说 这些人该不该撤换淘汰 如果人真有一点良心理智 就能悟点正业 办点正事 尽本分就能时常反省自己 发现错误 发现问题 就能及时纠正 经历三五年 就能有点变化 这就有根基了 相对保险了 没有特殊情况 就不可能被淘汰了 那些信神多年 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 就没法尽好本分 甚至还能做打岔搅扰的事 这样的人自然就被淘汰了 因为这些人都是死不悔改的人 信神多年 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 都是不信派 人尽本分最大的拦阻 就使个人的意图太多 那尽好本分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就是放下自己的各种意图 比如 临到一件事 你心里很不痛快 但是本分临到你了 你面临选择了 这个时候就很关键 很重要 即使你心里不痛快 有点情绪 或者有点私事 你也能把这些放一边不管 先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然后在不影响本分的情况下 再考虑自己的事 你始终把本分 当成第一药物来做 这叫什么 这叫尊重本分 这是对神中心 放下自己的意图 放下自己的意愿 放下自己的情绪和个人的私事 不受挟制地尽好本分 完成神的托付 这就是放下的意思 就是背叛肉体的意思 有的人没进本分 没进本分时觉得 神也不给我本分 我有一颗赤诚的心 神怎么总看不见呢 结果教会安排他进本分 他又挑三拣四 有的人做不了带领工人 也传不了福音 又没有别的特长 教会就安排他搞接待 他觉得 搞接待我倒是能胜任 但是按我的素质恩赐 让我搞接待是不是小瞧我 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啊 他表面上虽然接受了教会的安排 但带着抵触情绪不好好做 高兴了就做点 不高兴就不做 就不搭理弟兄姊妹了 他为什么能有这些情绪 这些反应 这是不是对待本分该有的态度 他这是对自己的本分不满 他的不满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本分没有满足他的肉体喜好 如果满足他了 他是不是就高兴了 不见得 满足他了 他也不一定高兴 因为他没有知足的心 这就是不追求真理的人 对待本分的态度 人总想尽体面的 脸上有光的本分 另外还得清醒 肉体安逸 风不吹日不晒 不受任何的苦 还能明白真理 还能得到神的恩待祝福 这些他都想要 最后还得让神说 他本分尽得好 这是不是个人的一厢情愿 这一厢情愿如果放不下 你就尽不好本分 以前常说这样的人不追求真理 现在细节地说 就是这样的人太贪心 太悖逆 对本分没有任何的忠心 对神给的托付 没有真实的顺服 那放下自己的意图 到底该怎么实行 一方面得克制 得背叛 另一方面得祷告 有一个顺服的意愿 说 神啊 你给我摆布安排这个本分 我虽然有肉体的选择 不愿意尽这个本分 但是从主观意愿上 我愿意顺服你 只是我太败坏 太悖逆了 人性品质不好 求你管教我 这样 你尽本分的纯洁度 是不是就能高点 人如果一味地持守自己的意愿 不放下 总看别人做带领光彩 别人传福音 接触人多 能长见识 就不想尽自己的本分 这是不是顺服的态度 是不是接受神摆布安排的态度 神让你往东 你偏要往西 没让你往西 你就埋怨神 误解神 总跟神较劲 圣灵还能在你身上做工吗 肯定不做 圣灵不做 人会出现哪些情形 哪些表现 读不懂神的话 听讲道交通 也听不明白 甚至总打盹 临到什么事也看不透 心里就总猜测 总疑惑 人家对神的话 领受得那么好 我读神的话 怎么没有亮光呢 人家的情形 常常那么单纯释放 我心里怎么总憋屈 总有情绪 觉得不舒服呢 人家做什么事 怎么那么顺 有神的引导 我怎么没有呢 他就看不见 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他对神没有顺服的态度 总要求神满足他的愿望 他才好好尽本分 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 得不到 他就消极抵触 不尽本分 神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做工吗 他没有真实的信心 还满了背逆抵挡 神只能把他搁置在一边 人应该怎么对待本分 应该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放下自己所有的意图 人的意图都有哪些 自己的存心 打算 肉体的喜好 比如 你很喜欢去一个接待家 那里做的饭好吃 房子也漂亮 还有空调暖气 你心想 要是能住在那儿就好了 然后你就祷告 神啊 你能不能让我住在那个接待家呀 虽然我知道自己贪想安逸 但是我背叛不了 你就体谅我身量小 让我去那个家吧 我保证好好尽本分 保证能忠心 保证不背叛你 不让你伤心 祷告了十天半个月 结果安排你去了一个条件最差的地方 你就难过了 心里埋怨 什么神剑差 人心肺腑 我心里怎么想的 神一点也不知道 我要好的 神偏给我差的 好像有意跟我作对 心里抵触的劲儿就上来了 说 神你不满足我 我也不满足你 我也不好好尽本分 你什么时候满足我了 我再好好尽本分 这是信神吗 这是尽本分吗 这是背逆神 是刚硬的性情 你说 神不满足我 我也不满足神 我尽本分就是这个态度 我尽本分 神得让我有享受 为什么别人能住上好房子 我就住不上 为什么别人尽本分的环境好 我尽本分的环境就差 为什么我尽本分 神不满足我的要求 你心里总讲这些理由 这有顺服神的心态吗 你这样尽本分 具备良心理智吗 以前我说过这样的话 千万不要与神较量 这就是与神较量 你与神较量 神对你会是什么态度 神不做了 把人搁置了 神把你搁置 不搭理你了 神跟你计较吗 神不跟你计较 你若做点小恶不严重 就留你多笑两天力 若是作恶多了 严重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就被清除出去了 在留你效力期间 什么时候你悔改了 神就开启你 你要是一直不悔改 一直跟神较量 那你就是太邪恶 太顽固了 最后受亏损的是谁 是你自己 这事你得探明白 跟神较量 这是最麻烦的 这是最大的问题 平安无事的时候 人觉得信神挺好 对神什么观念也没有 但临到点灾难 祸患的时候 人对神就起观念了 甚至能埋怨神 敢跟神叫嚣 到底有没有神 神在哪儿 我就是天王老子 我最大 我就敢跟神较量 神能把我怎么样 神是不会把你怎么样 但显明你这个人 很龌龊 很刚硬 你很麻烦 你很麻烦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这个人 不喜爱正面事物 不愿意顺服神 你知道是神 也不能顺服 你很难接受真理 你很刚硬 很余丸 神很不喜欢 你这样的人 你这个本分 很难尽下去 有可能效力 都效不到最终 就被显明淘汰了 这就是结果 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不是危险 危险 知道危险 人应该怎么做 人首先得知道 自己是谁 自己的位置是什么 自己是什么东西 人是受造之物 千万别跟神较量 你较量不出结果来 神要给你的 你不想要 没求神 神也会给你 这是神的公义 神要是不打算给你 没看中你 你再求也没有用 神要是打算给你 看见你这个人 该引导 该帮助 该得祝福 你不求 神也会赐给你 神要是打算 试炼你 或者要显明你 神就故意这么做 你祈求也没有用 这就是神的性情 人不能因为 神的态度 来决定自己 应该怎么对待神 人应该怎么做 一切顺服神 顺服就对了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这是最高智慧 也是最有理智的人 那些狂妄自恃的人呢 自以为聪明 心眼多 你跟人玩心眼行 这是败坏流露 但是你千万别跟神 斗心眼 别算计神 一旦惹神发怒 你就死到临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